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又是我馮伟光和大家评论政局的时间了 当然大家喜欢我的评论 希望大家订阅、围炉、SAT talk 赞好、分享、留言 和按下一个小小钟 到有新片出的时候 系统就会主动通知你了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观察到的 香港在防疫上的一些情况 亦都是这种情况 令到我们没有办法 令到香港可以很快地打通任督二密 特别是与内地通关 先说一下现在香港的防疫的情况 大家都知道你是要下载、安心出行的 最新的版本大概大半年前推出 就有红、黄、蓝、马 但是特区政府现在这个防疫 确实在设计上是有漏洞 这些漏洞可能是因为社会上 太多小黄人的阻力頂住 甚至是政府内部都可能有阻力 所以没办法做彻底的 有三个漏洞 第一个活动就是我们的安心出行 它是不绑定电话卡的 孙东局长 即是创科及工业局局长 他说明年二月就会绑定了 但所谓二月绑定 其实是二月底 因为上届政府做下了 我们的电话卡是要实名制 但是明年二月二十四日 才是正式全面生效的 因为二月二十三日之前 就是最后一天 你的电话卡可以不实名 到二十四日 你不实名 你的电话卡就作废了 但是这里其中最大的漏洞 就是你可以实名有十张卡 个人 你公司用公司名义登记 你可以实名25张卡 随时可以你跟我之间大兜乱用 政府以为我那张卡 我去了某个场所 其实就不是的 第二样东西就是 追踪功能 香港政府就强调 安心出行就没有追踪功能 变成就没有行程卡 你要自己主动上传 安心出行 人家才知道你的行程卡 就这样看你的现在安心出行 是看不到的 只是掃了个场地 但是那个记录在你的手机里 你要再传回去给防疫办 防疫办才知道 譬如我冯伟光不幸中一招 才知道原来我中招前 那一两天大概去哪个茶餐厅 哪个酒店哪个地方吃个饭 这样才知道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努动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 他没有人脸识别 于是就出现刚才我说了 假如到明年二月底 我有十张卡 你有十张卡 我们交换用也好 那些人就不知道 是不是你在用 但是内地的健康马 的做法 他不是好像我们 红黄蓝马 他就是红黄绿马 他的做法就是 他要人脸识别的 当然我知道我说这些的时候 就是可能 那些小忘人会很有底足 但是我最近接触过一些 我们政府防疫办 call center的同事 我就发觉到 在由于没有这几样东西之下 就是没有这个 绑定电话卡 没有人脸识别 没有追踪功能 他们就很难去帮忙 去追踪索人去防疫 当他发现有一个 主动申报了的病患者 他就打给他问 譬如冯先生 你红黄 你要做两件事 第一 你要主动把你的安心出行上传 第二 你要告诉我 你这几天 和哪些人接触过 这两件事都要我做 假如我有个小黄人 我决定不做 他是没有我扶的 他只会告诉我 根据法例 你可能会触犯法例 就是有点压下我的成份 但如果我真的坚决不做 他就很难处理到我的 于是 就没办法追踪我这个国案 其他的社交圈 索完 另外就是 每日有六千多宗 call center根本是 处理不及的 每一天 即是每一天 六千多宗 你当八个钟头运作 你最少 每一天 要处理完六千宗 第二要处理完六千宗 你随时要说 想千人运作 如我所知 现在的call center 绝对没有那么多人 在这些型格细禁之下 出现什么问题呢 出现了我们的学生 回不了读书的问题 我知道 读一段片的时候 政府教育局已经出手 特别处理了 我很感谢 政府教育局反应够快 但我们是否每一次都 case by case地处理 而不能够全面或局部开放呢 这才是个问题 还有我们春节 很快 几个月后就是你的了 那你怎么解决呢 难道你又要靠特殊的攀刺 令到那些人可以回去吗 虽然现在可以逆向逆隔离 但是不是真的处理得到呢 我们的标准做不做得到呢 当然我们没有刚才那三样东西 就是绑定电话卡 人点识别和追踪功能 你香港的防疫抗疫索源 可能是四倍功半 做不到内地叛逆的效果 最终就无法做到局部 无法全面的通关 这个就是我现在 在两地走为走 香港和内地走为走的观察 希望特区政府痛下決心 顶住压力做好这件事 我们需要对表的 需要和内地对标准的 如果不是呢 香港很难做到局部通关的 好 今天和大家评论到这里为止 多谢大家